另外孟加拉人民力量逼迫前总理哈希纳辞职下台逃出国 不过他的儿子现在推翻这些论述 说母亲根本还没来得及辞职就走了 所以按照宪法哈希纳还是总理 他也没有寻求外国庇护 一直都想要回到孟加拉 哈希纳的儿子萨吉布瓦泽德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明 母亲准备好回国受审 从来都不怕被逮捕 因为他本人没有做错任何事 也没有下令任何人暴力对待示威者 犯错的只是政府人员 萨吉布也炮轰刚刚成立的看守政府是违宪的 他也说哈希纳领导的人民联盟依然会参与换届大选 可是哈希纳不会寻求连任 萨吉布也不排除自己会竞逐总理职位 延续家族王朝 所以再继续